大家好 今天我跟各位介紹 一個練這個背的動作 就是直背 直背這個滑輪下腦 就Straight Arm Pull Now 那我想在開始之前 我簡單再跟大家重複一下 我們這個練健美 這個我們健身的這個 Fitness這個領域裡面這個健美 跟健力或是跟舉重 或是 CrossFit都不太一樣 因為有的領域他的項目是強調功能性 全身的功能性 但是我們這個健美跟這些項目有一個七個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不能用這個介力 不能夠有 Momentum 英文叫 Momentum 就是不可以用 Momentum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你想要練這塊肌肉 或是二頭或三頭或胸部 想辦法把它這塊肌肉 孤立出來 拿出來盡量盡量把它孤立出來 把他集中練練到這個部位的肌肉 而功能性不是我們的 Priority 不是我們最優先要考量的 所以說今天我跟各位示範一下 譬如說我們常常在健身房 看到很多人做這個 這個磁背的滑輪下腦 非常好這樣 各位常常看到 做這個動作最重要就是 手不能太窄 如果你太窄的話 會用到很多三頭的力量 會遇到三頭的力量 所以比較寬一點 稍微寬一點 但是一般來講我們這樣做 很容易會有拉的動作 或是身體會壓 往下壓 所以我就剛剛強調到 我們練這個健美 一定要想辦法讓這個要練的部位 把它孤立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就利用這個磁 當這個 以我們的健身房裡面的器材 地形地域 我們來利用 我們身體靠在這裡做的時候 我們身體靠在這裡做的時候 這個身體就不會晃 不會介意 不會介意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看 這樣的話你身體不會介意 這樣你就會集中練到你的 闊背 直背 直背的滑輪下腦 你可以做這麼下去 這個幅度 身體靠的 身體不會左右 直背 當你做完的時候 重量不要晃回去 當你做完的時候 繼續做正常的滑輪下腦 這樣 這樣 你這樣身體不會晃 但是各位知道 我們做滑輪下腦 這個動作 我們盡量手不要 手肘不要往兩邊 往兩邊會肩膀用到比較多 手肘盡量往後 所以 如果換成這樣腦的話 可以讓它會效果好一點 但是我剛剛講過 靠身體靠在這裡的目的就是 讓你的身體 不會用到這個介意 momentum 然後你可以isolate isolate 你的背體 我再跟各位示範一次 身體靠在這裡 可以下去 這樣 撥到 street arm 撥到 擴背 好 完了以後 接著 各位看到 接著做滑輪下腦 這樣就兩個動作 結合做 叫做superse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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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